馬上帶你來看到 今天的天氣狀況會是如何呢 普遍來說跟昨天會是差不多的 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北部中部還有南部地區高溫 甚至可以來到29度 但是相對的是日夜溫差也大 像是今天清晨的時候 由於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像是最低溫就出現在新竹 只有13.4度 但是太陽出來之後 就會慢慢的氣溫回升 而且全台幾乎都是 多雲倒勤的好天氣 不會有太多的下雨機會 但是像是馬祖這一邊 同樣也是最低溫會有到13度 相對的 由於今天吹的是東南風 所以像是比較受到影響的 就是東北部還有東部地區 會有些局部的 零星降雨的情況發生 所以降雨機率都有10%到30% 但是普遍來說 氣溫還是滿不錯的 那至於未來一周的 北部的天氣趨勢又會如何呢 我們可以看到 天氣是相當的平穩 一直到禮拜四 都會有高溫到28到29度的好天氣 但是相對的 溫差也很大 至少都會有個 將近10度以上的溫差現象 但是到禮拜五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封面的影響 所以在北部地區的時候 受到的影響比較多一點點 低溫就會馬上降下來 相差了大約是有7度左右 但是在低溫的地方 就沒有影響那麼大 都要持續在大約是17度左右 而且到了禮拜六 禮拜日的時候 會有一些些降雨的情況 至於中南部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由於這一波的冷空氣 它的影響其實在集中在北部地區 所以中南部我們可以看得到 氣溫還是普遍不會落差的太大 太明顯 同樣的高溫都會有27到28度左右 而且低溫也普遍來說是滿平均的 所以在中南部的民眾 可能只是要多多注意說 這個氣溫可能變化不會太大 但是降雨機會 可能全台都會有降雨的機會 至於今天的空氣品質又是如何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其實台灣 是這個今天的天氣空氣品質 可能是不太理想的 因為像是我們的台北 還有雲嘉南的地區 都是亮起了紅燈 對所有族群都是有嚴重的影響 至於像是中部還有高屏地區 也是亮了橘燈 是對敏感族群是 也會有些受到影響 所以出門的時候要記得戴個口罩 但是像是花東地區的話 就普遍來說還不錯 這主要可能是因為天氣穩定 沒有什麼風 所以造成這個擴散的條件不佳 才會導致說 我們國內的這個空氣品質要多多注意 而至於天氣不可不知 馬上等你來提醒一下 今天呢 情勢多餘 溫差大 所以出門的時候 記得多戴一件衣服 不要早晚出門的時候 著涼感冒了 另外呢 東半部 有受到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像是東半部地區的民眾 出門的時候呢 雖然下雨不會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 但是最好是攜帶雨具 不要讓自己淋到雨了 接下來還有由於最近的天氣 就是會因為白天的氣溫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海部的氣溫是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在西半部還有金馬地區 在清晨還有晚間的時候 會有起霧的情形 甚至多雲的狀況 所以提醒大家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概況